前两天我认识了一个富二代朋友 他就跟我讲了家里面做房地产 说他爸爸当年这个发家史是怎么回事 说早期他爸爸在他们县城是开出租车 然后在开出租车过程中 有一天拉了一个国企的领导 然后人家下车的时候说 哎呦我刚好那个没带钱 他爸爸说没事 下次你见着我你再补给我 通过这么一个小的细节 建立了一段关系 然后后来又介绍了很多朋友 然后在接下来的时间20年里 他爸爸就靠着这个关系吧 一点点把这个生意的做起来 那前两天我们采访 这个93年的传业者 在义乌做塑胶中厂的这个荣亨呢 他也说 他说当时他在义乌这个小门面 打开局面的时候是靠什么呢 也是靠小单定制 这个定制这个小单不赚钱 但是呢积累了人情和口碑 然后把提量给做起来 包括我们采访的很多传统生意人 都在跟我讲说利他 不计短期得失 当下吃亏要长久获利 就这个让我去反思一个问题 就是利他的本质 究竟是什么 其实我们每个人仿佛 除了我们的钱包的这个账户之外 我们都还有一个信用账户 信用账户说白了就是我们社会关系 所谓的资源的背景这些东西 让资源和能力 比我们后世的一个人 欠自己一个人情 就好比我们预知了 自己在信用账户里的一笔资产 投资到对方账户 然后并且期待这个账户 在未来的某一天 能够产生超额的收益 所以最大的自私是无私 利他的终局是利己 快速的逐利能够在一时可能让我们成功 但是商业的大道 必是要看你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而且我们所谓的财富 不过是在创造价值之后 外界给予我们的一种结算 后台有很多朋友问说 陈辰哥 你看我没有学历 我也没有经验 我没有家底 我可能还没有长相 我缺机会 可是兄弟 我见了那么多创业者 什么是机会 我说你不妨想一想 我们能否从帮助一个人开始 我们从解决一个老太太 下楼不方便 子女不在家 买菜的这个问题开始 我们从解决上班族 没有时间接送自己的孩子 这个问题开始 我们从学校里边 男生在宵禁之后 打游戏到半夜 想吃泡面的这个问题开始 就在我们看不到自己的 明显价值的时候 我们能否先考虑 透支自己的体力和时间 让我们的这个信用账户 先付起来 我不相信一个有口皆碑 发现需求 并且解决问题的生意人 他会穷 我认为对这种人来说 财富就是时间问题吧 你觉得呢